我们黄瓜种植之后呢 前一个月 也就是说呢 在开花之前 我们一般呢 就进行三个工作 第一个叫缓苗 第二个呢 叫端苗 第三个呢 我们叫空旺 其实呢 这三个工作的主要目的呢 就为了促进长肝 因为黄瓜呢 它分生长呢 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呢 就开花 结果之前呢 就营养生长 营养生长呢 主要是长肝 一旦开花之后呢 基本上啊 它说要长肝 结果同时 同时生长 然后肝啊 基本上就不长了 你可以这么认为啊 所以说呢 这个黄瓜肝系的培育 长得有多大 有多长 主要在开花之前 完成啊 所以说呢 我们要 缓苗 端苗 空旺 主要目的呢 就是来长肝 一般呢 他们 传统的 这缓苗呢 就是栽上之后呢 浇大水 传统的端苗反 就是干汗 然后呢 划除 把表面根啊 把它划掉 然后它伸砸 我们传统呢 空旺方法呢 就打药 打五座唇 打杀菌剂 然后呢 或者是生长素 加倍使用 要么零二清甲 打肥料 空旺 其实呢 这三个的目的呢 就一个是 就是为了长肝 所以说 我用的方法呢 很简单 我用的 就是生根剂 生根剂 直接 挂梗 挂到梗上 留到根上 留到根部 然后呢 在苗的时候 浇完大水 挂一次 然后呢 夏天的第七天 冬天的第十天 再挂一次 两次生根剂 就解决了一个 缓苗 端苗 空旺问题 然后呢 用两次生根剂之后呢 那表现的 全部短节 前七个节 全是短的 你看这个还没长完啊 这一个节 两个节 三个节 四个节 五个节 是吧 六个节 全是短节 也许说呢 你灌完生根剂之后呢 它根本 就是不长啊 别人家的黄瓜 不用生根剂灌根的 现在别人的黄瓜 就这么高了 现在我这边的黄瓜 还有这么高 他们给我们 起了个名字 叫五大狼 再配法 就前期长 它非常矮啊 就是不长啊 然后呢 一旦长完根之后呢 从第二十天之后呢 马上长起来 现在正好 那第十一天 它还不长 然后再过去七天之后呢 马上就开始忘 然后呢 我们选用生根剂的时候呢 不要选错了 一定要选用 就是只长该的 生根剂 不要选择 选择 选择的